偷偷打印小破文 不小心连到了老板的打印机 有时候一个人当老板 真的挺无助的 他望着两百多张的推导高棱总裁 神色复杂 苏秘书 你的脑子就是看这些东西坏掉的 可没多久 他竟敲开我的房门 苏秘书 小说里有几处写得不太符合实际 开门 我们详细沟通一下 三个月没来姨妈 医生说我雌激素分泌过少 建议我找个男人 本寡王抱着诊断书 生无可恋 闺蜜贴心地给我发来的个小H文 说刺激一下我的荷尔蒙 上班摸鱼时刻 悄悄打印一份 结果打印机没反应 我再点 依旧没反应 重复 恩我摆烂后 老板封了FLC22次后 我放弃了 半个小时后 周八皮发来一条消息 苏秘书 你来一下 总裁办公室 周济白脸色阴沉 身旁的打印机冒着烟 他看着我的方案 满脸嘲讽 苏秘书 你这方案还设密码 我带上职业假校 您说过 要注意文件保密 我说的是重要文件 周济白双眉微醋 扫我一眼 你觉得垃圾桶需要上锁吗 我咬牙 密码是 123456 周济白抢先一步打断我 吴雨瞥了我一眼 苏秘书 以后少干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事 PPT模板不错 挺贵买的吧 他依旧头也不抬 你觉得屎盆子香的金鞭 能改变他的本质吗 你这个方案 就好像那云南没熟的郡子汤 又乱又有毒 苏秘书 你现在精神状态还正常吗 我咬牙 已经逐渐失控了 他叹了口气 从打印机里拿出厚厚打纸扔到我面前 苏秘书 你脑子就是看这些东西坏掉的 我定睛一看 脑子差点炸了 那不是我打印的小破纹吗 卧槽 我连的老板的打印机 苍天 二百多张的小破纹 打印机还在冒烟 吭哧吭哧地工作着 周济白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苏秘书 你到底打了多少份 是打算公司人手发一本小黄文 他叹了口气 有时候一个人当老板 真的挺无助的 又抬头看了我一眼 神色复杂 还是 你有什么想法 我站在那里 脚趾已经抠出了一座魔仙宝 不是 我点错了 我就是 最近压力有点大 周济白低头翻了两页 首页推到高冷总裁 H几个大字很是刺眼 他喉结微动 眉头越皱越深 轻壳一声 我现在压力也有点大 我强忍尴尬 抬手直接拔掉了打印机电源 老板 这些我 我带走了 我望着那堆打印好的小说 周济白 懒懒抬了抬眼皮 放这里吧 我研究一下你的精神状态 回到宫位 我悄悄打开小破文 只看了第一章 小脑差点萎缩了 主角是总裁和小秘书 开局就是办公室play 离谱 太离谱了 劲爆 太劲爆了 生无可恋 我疯了 没开玩笑 不干了 这B班是一天都上不下去了 给周济白当了五年秘书 五年来随教随到 除了赔税 啥都干 周济白 简单一句话介绍 一个毒舌且缺德的士逼 处女座 强迫症 一肚子坏水 入职前 听说已经有几十个秘书 被辞退了 我能熬到现在 纯粹是我穷 而她给的多 要问我对她有没有想法 入职前 我去 好帅一男的 入职后 我要撕了她的嘴 五年前 我还是个出入职场的小白 第一次陪她参加应酬 有个客户色咪咪看着我问 周总这秘书挺内向啊 都不和我说话 我一时有些紧张 周济白却斜了她一眼 吊狼当道 苏秘书 这人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见狗不说话 我震惊之余 她却无语瞥了我一眼 苏秘书 以后见着这种人 直接撕她 我怕 怕什么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所以 你说我是狗 周济白这人的素质高低 全凭心情好坏 曾经对家公司 诋毁我们的产品 周济白直接直播开卖 蛇战群如 骂完黑子 骂对家老板 三个小时 引经据点 口若悬河 因为骂得太脏了 被强制下线 最后 以对家老板被骂到自闭 周济白荣获商界喷子称号落幕 公司是搞大型连锁商超的 他不解气 让我去对家超市 偷偷地捏碎他家的薯片和方便面 并让我别怕 挨打了算工商 毕竟我们这么守法了 缺点得没什么的 这是人干的事 想要毁掉一首歌的滤镜 那就给他射成闹铃 想要毁掉一个男人的滤镜 那就成为他的员工 周济白 呸 狗都不谈 我望着体检报告里 月经不调 此激素过少八个字 悄悄看了一张小破文 心里翻来覆去的刺脑 想男人 又不想谈恋爱 还不想违法 闺蜜喊我去一个网红酒吧 听说里面小男模跳舞很香艳 刺激一下多巴胺 大姨妈不就来了吗 酒吧灯光摇曳 几个小男模在舞池搔手弄姿 看那个 怎么样 太油 那个呢 太娘 那个呢 太做做 闺蜜 苏夏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怪不得你绝经 完了 我竟然对男人提不起兴趣了 我仰头干了一杯闷酒 咽下内心万千苦闷 闺蜜拿起手机 打开了购物软件 一脸你懂得笑 送你个快乐小玩具 健康卫生又效率 比男人强 他真的 我哭死 千万谢 都在酒里了 手机突然嗡嗡地震了起来 来电人 周八皮 周济白催命鬼师的声音 从听筒传出 苏秘书 来加个班 我可去你妈的吧 这踏码都几点了 劳资已经连续两周没有休息 三个月不来大姨妈了 积攒的怨气已经能复活十个斜见线了 不去 我签的是劳动合同 不是卖身器 不能按时完成工作 是老板的无能 这必班是一天也不想上了 苏秘书 你来大姨妈了 脾气这么差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说我脾气差 笑死 善解人意 可是另外的价钱 大姨妈来了烦 不来更烦 当晚 我做了个梦 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八爪鱼 以我为中心 以周济白和傻逼同事 及甲方为半径 我同时扇八个人 还转着圈 给每个人八个嘴巴子 第二天 做梦都是笑醒的 只是 睁眼竟然在床上看到了周济白 呸呸呸 晦气 又是噩梦 我放了个身 醒了 低沉沙哑的声音 飘在我的头顶 一觉奇猛了 周济白怎么在我床上 不对 我怎么在周济白床上 我望着周济白眼下的 两团乌青 和脖子上的牙印 傻了 不是吧 我喝嗨了 把老板睡了 昨晚的一幕幕 开始在脑子里回放 头皮一阵阵发麻 老板 我昨天喝多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选择装死 装失忆 周济白勾着一抹 早已看穿的笑 他这智商的 真不好糊弄 对不起老板 我昨天没控制住 比把老板睡了更严重的事 我把老板揍了 昨晚 我抱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边哭边骂 都怪你 劳资都三个月没来一妈了 一瞬间 想死 但感觉该死的 又另有其人 周济白顶着疲惫的双眼 叹了口气 扶我起来 去医院 妈呀 我昨天下手这么重吗 我小心翼翼地扶他起身 又忍不住问 老板 你有医保吗 医保报销了 可别让我赔了哈 他无语瞅了我一眼 我心虚地低下头 老板 酸外勤吗 周济白 苏秘书 大姨妈不来 是会影响神经吗 会的 会发疯 他靠在车里 疲惫地闭上了眼 又抬手揉了揉太阳雪 老板 你不舒服吗 嗯 浑身上下脑瓜子疼 哎 果然不正常了 更不正常的是 他竟然挂了妇科 老板 你也跃进不调了 他看我一眼 叹了口气 酥秘书 要不一会儿 再给你挂个脑科吧 就诊试 医生是个老中医 平常爱生气吗 不生气 我性格特好 医生摇了摇头 嗯 生的都是闷气 又看了周济白一眼 以后少惹他生点气 周济白一愣 又陪笑道 好 医生把着脉 皱着眉又看了周济白一眼 自言自语道 不应该呀 又摇了摇头 一瞬间 心凉了 大夫 我 我是有什么大病吗 他问 有性生活吗 我老脸一红 没有 多久了 这 我咬了咬牙 27年 来个雷劈死我吧 医生一脸不可置信的 看向周济白 怎么 你们年轻人 现在搞唇爱这一套 什么唇爱 我们年轻人 只喜欢唇金 我硬着头皮解释 他是我老板 找个男朋友吧 医生建议我 你太虚了 不点阳气吧 我站在那里 只有一个想法 毁灭吧 到公司第一件事 就是交辞职信 给周济白当了五年秘书 受够了气 也挣够了钱 命运的齿轮倒是没怎么转 命运的链子倒是掉了一个又一个 老板 我不干了 周济白拿着辞职信 久久未出生 最后竟几出剧 苏秘书 你觉得我有什么错 可以说出来 真的吗 嗯 我转身以周济白的缺点为主题 做了一个长达二十页的PPT 交给了他 反正都要滚蛋了 不装了 周济白看着 PPT又是许久未作声 最后咬着牙回了剧 行 我慢慢改 这 周八皮转性了 离职的事 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我摆了白手 不用考虑了老板 我想辞职找个男朋友 上班影响你找男朋友 这话问的 他脸不红 我上班没时间谈恋爱 他看了我一眼 神色复杂 公司不禁止办公室恋爱 我微微一愣 反应过来 盲解释 哦 你说市场部的徐经理吗 他岁数有点大了 我们不合适 周济白愣住了 徐经理 哦 你说的不是徐经理 那是企划部的小李 他倒是挺年轻 长得也好看 就是有点太黏人了 周济白拧着眉 半笑不笑 苏秘书 小李又是哪个 我不解 老板 你指的是谁啊 他咬了咬牙 扭头走了 没谁 我急忙问 哎 那我叫人是招新秘书了呀 他头也没回 随你 周济白最近很暴躁 路过的狗都能挨两巴掌 我最近很滋润 不干了 摆烂了 每天上班三件事 带新拉屎 带新偷电 带新喝水 给周济白挑了个新秘书 刚毕业的名牌大学高材生 第一天就被周济白骂哭了 小姑娘办完离职 忍不住问我 下下姐 是什么支撑你在这个岗位干五年的 我呵呵一笑 当然是穷 难不成还能是因为梦想 苏秘书 领导长 看吧 催命的又来了 苏秘书 这就是你挑的人 刚进门 周济白那嘴 就像刚点着的窜天喉 跟客户谈合作 他准备的水果 是桑韧跟杨梅 你知道我看着对方 咧个大黑嘴唇 大黑牙 憋笑有多难吗 茶水定的蜜雪冰成 喝到最后 整个会议室 回荡着溪流声 吃饭给我定的海底捞 还探马不是包奸 嗨 咱别说 00后整顿职场 真有一套 那 给您换个成熟稳重的 他狂躁直暴涨之时 老板的娘来了 按照往常的经验 应该是来催婚的 不过周济白现在很狂躁 他疯起来 亲妈都对 我不是想偷听的 实在是这娘俩嗓门推大 你能不能争点气 找个对象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人家跟你这么大的都当爹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想看孩子玩 那我去给你找个月嫂的活 我说的是自己家的孩子 那你跟我爸在努努力 混账 逆子 好家伙 这次战况依旧很激烈啊 我美不资地吃着瓜 在公司情报组分享最新战况 总裁办公室门多恩一声 老板的娘出来了 苏秘书 你过来 嗨 你们神仙打架 别殃及烦人啊 老板的娘气呼呼插着腰 一身的珠光宝气 闪得我睁不开眼 苏秘书 周济白身边最近有没有女的 我小心翼翼地陪笑 这个好像真没有 老板的娘气得跺了跺脚 吩咐我 苏秘书 把周济白这几个月的日程表 给我看一下 好家伙 我哪是苏秘书 我分明是苏培盛 将近视房的档案 小心翼翼呈给太后娘娘 苏秘书 你跟了周济白五年 你跟我说实话 老板的娘 突然悄悄扶在我耳边问 你说她会不会喜欢男的 我一惊 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毕竟 这真的很难评 反正我跟着周济白的这五年 基于他美色的人倒是不少 但这人过得比和尚都素 苏秘书 周济白暴躁疯狗的声音又响起 还气呼呼地瞪我一眼 老板 难为你费心 还记得我是你老板 苏秘书 我拿百万年心养着你 不是让你在公司吃瓜的 瞧瞧上月的利润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他扔给我一份月度分析汇总 哥以前 我指定装孙子了 但现在我都要走了 管你呢 我觉得 这月业绩不好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公司不止我一个 大家都不好 是不是管理者有问题 你是老板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当初我来咱公司 是看重了它的发展 如今发展成这个样子 我也很失望 咱就说 谁还不会个反破了 活着本来就不容易 能怪别人 就别怪自己 周济白拧着眉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苏秘书 你最近挺嚣张啊 我这老板不当也罢 洗手给你做秘书吧 嗨 那大可不必 我摆烂了 主打一个爱国 诚信 不敬业 看情况友善 到点开溜 多一秒都是对工作的不尊重 下班了 今天的苦就吃到这儿了 早晨的闹钟一响 脑子里瞬间有千万条请假的理由 在开朗的人 在早八的路上也得垮个劈脸 争分夺秒 打开钉钉打卡 迟到打卡成功 我看了眼表 九点零一 啊 我的全琴 苏秘书 迟到了 周济白不知何时出现的 嘴角勾着一抹看好戏的笑 我咬牙切齿微笑 正义都能迟到 上班为什么不能 很好 一天的发疯又要开始了 不过 比我先发疯的是周济白 新招了个秘书 敷白貌美大长腿 堪比网红明星 才上了半天班 就被辞退了 我正在情报群吃着瓜 苏秘书 催命的又来了 周济白又要发疯 这就是你心跳的人 我不解 怎么了吗 形象好 气质好 温柔又体贴 是体贴 又快贴我身上来了 看我的眼神 恨不得把我吃了 我一个在办公室有多无助你知道吗 他还有点委屈 有美女和我贴贴 我恨不得美死 我叹了口气 要不给您招个男的 行 我一惊 想起前两天老板的娘的话 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按按搓手 吃瓜又有新素材了 周济白揉了揉太阳穴 翻着市场部最新的策划案 苏秘书 市场部交来的垃圾 你看了吗 真想不明白 这些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 您是老板 您都想不明白的是 我哪敢懂 再说 市场部盛产垃圾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周济白不可置信看我一眼 今晚有个商务晚宴 你陪我去 不是吧 又加班 我不去 我都要走人了 还要压榨我 您是老板 这点事一个人还干不好 你是老板 就多加点班吧 周济白手一顿 抬眸望向我 苏秘书 打算什么时候离职 我试探问他 这月底可以吗 可以 他眸光微动 嘴角扯起一丝 胜券在握的笑 正好 下月底发年终奖金 不是 你说年终奖 小几十万的年终奖金了 好小子 在这等着我呢 舅 我能 下月底再走吗 帅不过三秒 为了钱 我耸了 周济白扬着漫不经心的笑 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 呦 还以为苏秘书翅膀硬了 我咬牙 折翼了 周济白显我这个土狗 形象太拉垮 带我来了个高奢服装店 试试这件 他指着一款藕合色 长款墨胸礼服 我看着衣服上的标价 有些犹豫 八千八 有点贵呀 服务员微微一笑道 女士 您少看一个零 多 多少 八万八 有钱人的世界 可能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老板 这衣服 公司给报吗 我扯起狗腿的笑 看向周济白 他无语叹了口气 我报 谢谢老板 八万八呀 我不拆标签 明天来退 又赚一笔 周济白还真是个大好人 该说不说 贵有贵的道理 穿上八万八的衣服 感觉自己好像那副仇归来的真千金 瞬间土狗变明圆 尤其胸前的尺寸 瞬间提高了几个level 周济白换了套暗紫色的西装 他看到我微微一愣 挺好看的 我忙再次戴上狗腿的笑 感谢金主爸爸 老板 您穿这个也老好看了 其实周济白不张嘴的时候 确实有很大的迷惑性 尤其穿着西装时的大长腿和小翘臀 骚得很 周济白帅气地刷了卡 司机开车到了宴会地点 参加宴会的 大多都是本事有名的企业家 周济白应付得如鱼得水 我肚子有点饿 趁空溜到自助台 炫起了甜品 哟 这不是苏夏吗 一声阴阳怪气在我身旁响起 我打眼一瞧 哟 这不我那已顾前男友的甜狗吗 陈晶晶趾高气扬 抱着手臂扫尸我一圈 这么高档的宴会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无语携他一眼 你怎么进来的 我就怎么进来的 他不可置信地打量着我 他家的衣服你也穿得起 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他突然靠近我 从后背扯掉了衣服吊牌 哎呦 吊牌都没有摘 是要一会儿退掉吗 我尼玛 我的八万八呀 陈晶晶还翻着白眼嘲讽到 穿着名牌 也遮不住一身的穷酸味 妈的 我想撕了他 不是翻白眼吗 谁不会 我白他一眼 真是生活索然无味 蛤蟆点评人类 你 你 苏夏 陈晶晶亦是不敢置信 最后指着我冷哼一声 我和许佳阳就要结婚了 嫉妒吧 是吗 那恭喜你 舔狗舔到最后 应有尽有 我无所谓扯起一丝笑 又摇了摇头 不过 别人不要的一坨屎 自己吃到嘴里了 有什么好显白的 许佳阳是我大学时的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 是他追的我 我自小母亲离世 父亲再娶 是奶奶教我养大的 可能从小比较缺爱 那时别人一点点的关心 都会感动很久 陈晶晶和许佳阳是高中同学 舔了他很多年 总是以朋友的名义 做尽暧昧之事 我们曾因为他吵过很多次 后来 他带我见了他妈妈 那时才知道 他家庭条件很好 见面那天 他妈妈更是没有什么好脸色 走不过世认为 我贪图他家的财产 许佳阳是个妈宝男 没多久我们便分手了 自那以后 一心扑在正前上 今天若不是碰到陈晶晶 我早记不起这档子事了 而他 非要来讨骂 我也没招 跟了周济百五年 别的不说 就骂人这块 我绝对对得起他的栽培 你 你 你 陈晶晶气得横眉倒数 指着我一时语色 苏夏 别成口舌之快 其实你心里酸死了 自卑死了吧 我呵呵一笑 我自卑我的 又不影响我看不起你 你有病就去治病 别找我呀 我又不是兽医 素质不详 欲强则强 脏话说出来 嘴巴就干净了 咽下去 心就脏了 一个字 爽 苏夏 听说你给人当秘书呢 真是不知道是秘书还是小秘 陈晶晶缓了缓情绪 又开始攻击我 再怎么爬也变不成凤凰 毕竟这有人就是天生的穷命 有人天生的公主命 我不仅不慢拍了拍手 缓缓开口 你总说自己是公主 那倒是说说是哪个KTV的呀 陈晶晶一时震惊 指着我 你你你 我呵呵一笑 你牙上有菜 心里默念一句 人生就像一场戏 跟狗生气没意义 别人骂我 是他没素质 我骂别人 是他没素质 苏夏 你是个什么东西 陈晶晶疯了 骂不过 我气得直跺脚 谁给你的底气 敢这么跟我说话 还没等我开口 有人先我一步 我给他的底气 不知何时 周济白站在了我的身侧 切 你谁呀 陈晶晶高高在上地 扫了周济白一眼 话刚落地 许家阳急匆匆赶了过来 周总 抱歉冒犯了 一直没有机会拜访您 他礼貌又焦急汉手致歉 并向周济白伸出了手 周济白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懒懒抬了抬眼皮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徐家的小公子 他勾了勾唇脚 露出一抹嘲讽的笑 这宴会还真是 什么人都能来了 又侧头望向一旁的我 苏秘书 我们换个干净点的地方 许家阳抢先一步地拦住了我们 周总 二期招标的事 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和苏夏是顾娇 不知他现在给您当秘书 周济白忍不住笑出了声 微微低头 声音里带着些戏谑 问我 顾娇 我无语 前男友 许家阳急忙解释 下下 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那时候我妈一直觉得 你配不上我 我没有办法才 她配不上你 她配你八百个 来回带拐弯的 周济白忍不住冷哼一声 臭泥丘沾点水 还真以为自己是海鲜了 她扯起我的手腕 抬脚离开前 又朝许家阳扔下一句话 对了 二期招标的事 现在由苏夏全权负责 只是 令我没想到的是 没多久 许家阳竟然悄悄找到了我 下下 当年分手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难受了好久 我呵呵 分手那天 我偷着笑了一宿 还有 能不能别跟别人说我跟你谈过 真的 我丢不起那人 许家阳见状 竟试图来拉我的手 我嫌雾般甩开 下下 周济白那个招标真的对我很重要 你帮帮我 你也知道 当年我妈主要介意你的家庭 如果这个项目拿下了 我妈一定不会再阻挠我们了 我不喜欢陈晶晶 你知道的 我忍住心里一阵阵恶寒 许家阳 你哪来的脸呢 一个放了六年的垃圾 你觉得我会有胃口 泼出去的水 我连盆都不要 有些人跟他谈过 就像那犯罪前科 提起来一辈子抬不起头 就如此刻 周济白脸上 带着看好戏的笑 声音低沉又细血 苏秘书挑男人的眼光 真是堪忧 我不服气辩驳 那是以前 又忍不住问他 你怎么认识许家阳的 周济白无语地审笑一声 许家的私生子 最近老爷子快不行了 想着跟几个哥哥争家产呢 就他那点本事还赶出来丢人现眼 我一时震惊 他 他竟然是私生子啊 周济白无语瞥我一眼 你前男友 你不知道 当年许家阳他妈那嘴脸 搞得自己像皇太后 自己家有皇位要继承一样 干 又在周济白面前丢了次脸 我默默地刷起了手机 吃瓜群里显示 又有新消息提醒 苏秘书 这个群我怎么没有 周济白的声音冷不丁地响起 我一惊 忙捂住手机 呵呵 就是普通的员工群 他眼睛微眯 靠近我 我怎么感觉 是你在说我坏话 我有一点点心虚 呵呵 怎么可能 那叫我看一眼 不行 他却趁我不备 抢过了手机 我急忙去抢 这狗男人 竟然使坏直接举高 我蹦他半天也够不着 高跟鞋有点高 一步留神 竟差点摔倒 他眼急手快 突然伸手扶住了我 我就这么意外地 跌进了他怀里 气氛一下子就有点奇怪了 他身上有淡淡的木掉香水味 刚刚许诗喝了点酒 还带着微微的酒气 我脸一红 忙起身欲离开 没想到 他静紧地紧手臂 揽住了我的腰 别动 他声音低沉中 带着歇雅 苏秘书 走光了 他目光微微向下 那个 掉了 那个 他微微皱着眉 仿佛在组织什么语言 那个叫什么 奶盖 我低头 才发现 左侧的胸贴掉了 苍天 我人没了 周济白一手扶着我 一手脱掉了西装外套 套在了我的身上 回去的车里 我默默坐着 紧紧抓着他的外套 包紧自己 尴尬 太尴尬了 真是动秒如年 不知过了多久 周济白率先出生 苏秘书 你们都在背后吐槽我什么 这是可以说的吗 吐槽你 毒蛇冷血没人性 还是间隙性发疯 我呵呵一笑 没有吐槽你 就是大家好奇 这么多年 为什么您不找女朋友 周济白勾着一抹 意味不明的笑看向我 苏秘书 那你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多年 不找女朋友 我哪知道 犹豫片刻 我小心翼翼试探 你 想找男朋友 周济白看着我 咬牙叹了口气 苏秘书 少看点小黄书吧 什么小黄书 那是文学艺术 黄天在上 我苏夏与赌毒不共戴天 苏秘书 你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我忍不住辩驳 不是 你找不着对象 不能赖我吧 周济白 咬牙微笑 拍了拍我的头 苏秘书 你脑子是木头做的 嗨 这怎么还人身攻击 我招谁惹谁了 到达住处 我俩下了电梯 准备开门 那个 老板 这个房子我近期尽快搬出去 如果您招到合适的新秘书 可以叫他住进来 没错 我住老板隔壁 没有别的意思 只因为当年我刚当他秘书 他喊我加班 我坐了一个半小时地铁才到 他一气之下 将他隔壁的房子安排成了员工公寓 方便他24小时随叫随到 陪他深夜加班 凌晨改方案 那都是家常便饭 周济白斜靠在门边 视线直直望向我 苏秘书 想拿着挣得我的钱 去找别的男人 他这话 说的怎么这么别扭 钱虽然是他给的 但那都是我的青春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和窝囊费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突然向我靠近一步 苏秘书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不找女朋友的原因 是因为你 我愣在那里 整个人都傻了 我 就是你 他微微低头 对上他炽热的视线 我心里不由地打起了鼓点 因为我喜欢你 一直在等你 这样说能明白吗 他这直球打得我真是猝不及防 就算脑子再不开窍 也该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傻了 一时不知怎么应对 慌张开门钻进屋子 扔下去 晚安 我靠在墙上 整个人都是猛的 周济白什么意思 他喜欢我 这太离谱了 要问我对他有没有想法 只能说刚开始是有一瞬间好感的 那时 我刚毕业 穷到一天三顿馒头咸菜 奶奶还中风了 我爸和后妈不停地向我要钱 周济白秘书的职位 月薪一万 一万块 对于刚毕业的穷学生来说 真的太多太多了 公司是家族企业 那时周济白也是刚刚接手 他雷厉风行 清除了裙带关系的啃老员工 又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架构调整 那时公司董事各方势力阻挠 周济白忙起来 直接住在公司 他这人要求又极其严格 所以 当他秘书能坚持这么久 纯粹是因为我太穷了 而他给的多 每个月发完工资 第一时间就是会到家里 给奶奶治病 可直到有一次放假回家 发现奶奶吃着剩菜 后妈用我的钱 给自己儿子买了车 我没再给他们钱 后妈却直接找到了我公司 对着我直接甩了一巴掌 骂我没有良心 不知感恩 整个公司议论纷纷 那时只觉得自己的尊严 在地上碎了又碎 是周济白的出现 救了我 他叫两个保安 将后妈带到了他办公室 直接吩咐我抽回去 我意识惊了 周济白这人狠起来 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那天 我将挨的巴掌甩了回去 有人在背后议论我的事 被周济白知道后 直接将那几个人开除了 说实话 当时对他的感激 真的无以言表 可以说 是好感度的高峰 不过 没多久 我就掉链子了 周济白早已换了负嘴脸 那时为了多挣奖金 我谈了个项目 过程十分顺利 我还美滋滋地 以为自己捡了宝 后来才知道 那个公司是出了名的老赖 经常拖欠款项 几百万的尾款 迟迟不予交付 周济白将我骂得狗泻临头 苏秘书 你是没长脑子吗 能干干 不能干滚蛋 几百万的尾款 把你浑身上下卖了 能不能赔上 当时自己真的又急又慌 捅那么大搂子 根本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 听说对方老板 是靠老婆上位的 自己想了个馊主意 网购了一个假肚子 装成了孕妇 每天去他们公司 对方不接待 我便在公司大厅一待半天 有人问我只摸着肚子说 我找张某某 当然 不出三天 张老板的老婆 就听说了这件事 最后 他顶着一脸的伤 投降认输 给我付了尾款 我成人之威 还要了五个点的违约金 对此 周济白只评价了一句 呦 苏秘书开窍了 自此一事 我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 越来越周济白话 他这个人 因招损招一个接一个 让对手防不胜防 总之 一时缺得一时爽 一直缺得一直爽 这五年 公司在他的带领下 利润翻了好几番 我的收入也翻了好几番 当然 这期间也有低潮期 曾有一年 公司资金链运转出现问题 周济白问我 苏秘书 公司要是破产了怎么办 我刚要安慰他 结果人说 我卡里只剩五百万了 那时候我才明白 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 有些人生来就是牛马 而罗马和牛马之间 横跟了整个银河系 人家组上附了三代 我家三代贫农 所以说 我俩这差距 想啥呢 再说 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职场上 办公室地下链本就是大级 况且 对方还是自己的上司 凡是有点脑子的老板 都不会与自己秘书 产生不该有的感情 所以 他刚刚说的那话 是脑子坏了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苏秘书 是我 周济白的声音 从门后传来 有 有事吗 他声音低沉 你的快递送到我这了 我们住隔壁 确实经常出现 快递送错的情况 我深呼一口气 打开了门 他递给我一个纸箱 打开才发现 不是我的 他解释 视线落在我脸上 感觉目光里 带着说不清 到不明的意味 谢谢 我伸手接过 看了眼盒子里的东西 恨不得原地去世 卧槽 这不是闺蜜 买给我的玩具吗 苍蝇天的 这星球还能呆吗 来个雷劈死我吧 没开玩笑 我红着脸 将周济白推了出去 谢谢 晚安 我靠在墙上 感觉整个人意识 都已经乱了 脸红的发烫 周济白衣服上 淡淡的木质香水味 钻进鼻尖 明明自己没有喝酒 感觉脑袋晕晕的 有点上头了 不知过了多久 意识混乱之际 敲门声又响起了 苏夏 是我 我深吸一口气 开了门 周济白长腿一脉进了屋 反手关上门 他靠近 眉眼在漆黑的夜染上了光 我下意识后退 整个人被他圈在角落里 视线交错 心跳不由地加速 为什么买那些东西 他低头 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 我一时又羞又慌 根本不知如何回答 姨妈还没来 嗯 他的呼吸洒在耳阔 我喉咙发干 感觉心里燃起了说不清 到不明的欲望 还记得医生的话吗 他低头 视线灼热 声音也压压的 苏秘书 不如 试试我 咿 怎么试 在我还不知所措之际 他竟然将我压在门上 亲了上来 我一时没有防备 他又急又凶 好久才放过我 我脑子缺氧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周济白 你 你疯了 我手抓着他的衣服 喘着粗气 他眼睛里闪着幽光 直勾勾望着我 你在刺激我 真的要疯了 周济白 我们 不行 我抵着他的肩膀 努力找回一丝理智 那我走 他视线紧紧盯着我 问道 我 苏夏 你真的不要我 他垂头 语气里还带着一些委屈 我红着脸 小声回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 我们好好聊聊 他声音低沉沙哑 聊什么 你那小说有几处写的不符合实际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纠正一下认知 他手臂一紧 贴在我的耳边 带着些勾引 我们 床上聊 我发誓 当时我真的要一把推开他的 但奈何 气氛轰到了那 况且 我憋了太久 当然 周济白也没好到哪去 总之 这一夜聊的 腰酸背痛 清晨醒来 望着身旁熟睡的人 只有一个字 会 色迷心窍啊 怎么能因为他几句话迷了心智 我悄悄下床 捡起衣服穿好 突厥下腹一股暖流 妈呀 我大姨妈来了 不得不感慨句 周济白 你还挺好用的 我悄悄换完姨妈金 准备开溜 刚迈进客厅 身后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 干嘛去 我回头 周济白正邪靠在卧室门口 他只套了条裤子 肌肉分明地上身 布满了我的杰作 我脸一红 去上班 别去了 他揉了揉头 声音懒懒的 不行 不能迟到 我硬着头皮回 哼 某人前两天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毫不掩饰地取笑我 我 我严重地认识到了 之前的错误思想 我硬着头皮解释 今天周六 他悠悠地开口 我 今天为什么周六 头一次如此痛恨周末 我 我去做点早饭 我慌张躲进厨房 煮了点白粥 端出来时 周济白洗了个澡 化好了衣服 我们默默坐在餐桌前 安静喝完粥 最后 他忍不住开口 苏夏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我一愣 沉默许久 小声开口 你吃饱了 就走吧 他沉声叹了口气 视线望向我 昨天折腾 我到凌晨三天 一晚白粥就把我打发了是吗 我脸刷得一红 这叫什么话 要不 一会儿给你熬锅王八汤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 又提醒他 昨天 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有便宜 不战王八蛋 况且是他主动勾引的我 这种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 周济白咬了咬牙 质问我 我们什么关系 我硬着头皮 泡油 床搭子 苏夏 你特么把老子当什么 工具还是要引子 他怒不可遏盯着我 呼吸不均 没看出来啊 骗人感情 骗人身体反手不负责 玩得这么话 他一句句指责着我 好像我就是 那提上裤子就翻脸的渣男 老子等你五年 是想娶你当老婆 不是跟你当床搭子 当泡油的 我一时不敢置信 他说 他等我五年 我整个人都傻了 为什么等我 等你光芒万丈 等你看清我的心 也等你看清自己的心 一字一句撞在我心间 周济白眼底 也染上了一丝情欲 他直直望着我 苏夏 这些年 我不信你 从来没有对我动过心 他的话带着几分质问 又像一针见血的诊断 诚然 说没有动过心是假的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人坚定不移地 维护过我 继母来公司给我难堪时 他帮我以恶制恶 又教我去摆脱家庭的绑架 将奶奶接了出来 陪客户应酬 被故意骚扰开油时 他直接将酒瓶子 砸在了人家头上 气哼哼地训斥我 苏秘书 你是给我当秘书的 不是来陪酒的 从那以后 所有饭局 都是他喝酒 毕业第三年 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 他陪我打理好后事 给我批了一个月假期 又扔给我一张卡 叫我想去哪玩去哪玩 想买什么买什么 回来调整好心情再工作 这些年 我跟着他 从自卑怯懦到昂首发光 从一无所有到物质富足 精神富足 当然会有心动的时刻 但是每当自己意识到这种想法时 便下意识去阉割 去摒弃掉 逼自己多去想周济白的毒蛇 和没人性 我们不一样 哪怕我再优秀 也不过是个打工人 而他 永远在金字塔的顶端 说白了 圈子不同 很难走到一起 这是我很早便明白的道理 周济白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低头 轻声开口 他忍俊不禁 反问我 怎么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火星来的 你 为什么会喜欢我呀 他若找女朋友 多的是优秀漂亮 家世又好的女孩 门当户对 才叫般配 苏夏 以上次的眼光看 你很优秀 以恋人的眼光看 你也很优秀 他理所应当反问我 所以 我喜欢你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一时语色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们 不合适 他勾着一抹意味分明的笑 看着我 哪里不合适 床上床下 不都合适得很吗 我脸一红 你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用不着考虑那些有的没的 现在你只需要向前走一步 剩下99步我来走 周济白语气分外坚定 我不敢说别的 你跟着我 我的钱是你的 人也是你的 没人能给你委屈受 你也不必去讨好谁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不给我戴绿帽子别的都好说 说完 还不忘威胁我 当然 你要是不答应我转身找别人去 我也指定给你搅黄了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个什么人 我一瞬间 感动之余 又想哭又想笑 像个傻子一样 他抬手摸上我的头 一脸得逞的笑 还不点头 我可要报警了 混蛋 我骂他 又没出息地哭了 我这人 在感情方面 真的很迟钝 周济白动作很快 第二天就带着我回了周家老宅 简单痛快一句话 我们要结婚了 通知一下大家 他家是个大家族 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大堆 顿时 家族群沸沸扬扬地炸开了锅 先是二婶出言嘲讽 哎哟 这姑娘不是你秘书吗 真是本事大的很 周济白点头 嗯 他本事确实大 他今天从公司离开 一半的业务会搁置 下个月您拿到手里的分红 就少一半 二婶战败 三叔又上线 我说小白呀 这结婚 还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 我认识个小姑娘 家事好 学历好 人又体贴 周济白懒懒问道 怎么 您跟他触过 二叔气劫 你 你这说的什么话 二叔还有心操心别人的事呢 自己外面养的那几个 都要闹翻个天了 要我说 你有空 还是多喝点王八汤补补吧 二叔战败 唐妹又来替补 哥 他有什么好的 靠着色相上位的女秘书而已 周济白携他一眼 他二十几岁 靠自己年薪百万 哪怕离了我 也多的是公司抢着药 你呢 就你肚子里那二两香油 没有周家给你的光环 你算个屁 唐妹下线 小姑来劝和 小白 大家都是为你好 长辈吃过的 严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周济白无语 怪不得你们这么闲 总之 周济白就是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 见谁对谁 今天来 就是让大家来认认脸 以后见了都客气点 谁要是在指手画脚 这公司谁爱管谁管 我反正有钱 带着媳妇逍遥快活去 满座窃窃私语 只有两个人目不作声 那就是周济白爸妈 有人对了对他妈 你瞧瞧你儿子 他妈扒了下新作的指甲 不耐烦道 他只要不带个男的回来 我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 众人纷纷看向他爸 大哥 你倒是说句话呀 周济白悠悠提醒一句 爸 你可是几十年老党员了 说话注意一下自己的觉悟 他爸气愤瞪他一眼 我说什么了吗 我支持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他爸看着我 叮嘱一句 丫头 以后好好管管这个混账东西 总之 一切竟出奇的顺利 在一起后 周济白竟然把我们两个房子打通了 我无了个大雨 私通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 而且 这人谈起恋爱来 真是黏人的不行 上着班呢 不停地微信骚扰 宝宝 过来一下吗 休息室的床好软呢 我 不去 他威胁我不来扣你工资 我气哼哼杀过去 敢扣我工资 下班回家 跪搓一板 他将我亲得上气 不接下气 口红都花了 我气死了 他还跟我闹脾气 为什么不公开 老子洋气都快被你吸干了 连个名分都没有 又来这一套 公开了 大家会觉得 这些年我是靠出卖色象上位的 明明 我是靠着钢铁般的意志 熬到现在的 想到这 我又忍不住翻旧账 你以前天天喊我加班 他倾咳一声 那不是想见你吗 我连着好几周都没有休息 周末不是经常带你出去玩吗 觉得你上班累了 需要放松一下 劳资周末只想躺在床上 睡到昏天暗地 每次水果切的西瓜的芯 还有草莓的尖尖 不都留给了你 啊 我没留意 我承认 我之前 确实脑子有点迟钝 什么时候公开 再说再说 应付完周济白 从他办公室走出时 几个同事打去我 哟 苏秘书最近气色越来越好了 这皮肤白里透红的 用什么护肤品啊 我脸一热 呵呵 就是最近睡眠质量好了而已 没过几天 公司统计个人信息 我因为填了个已婚 引起了一片八卦 苏秘书 你什么时候偷偷结弟了个婚啊 是啊 怎么还瞒着大家伙呢 我硬着头皮解释 因为是一个公司的 不太方便 一旦激起千层浪 所有人都在猜 我那隐婚的老公是谁 从新来的实习生 到市场部经理 再到财务总监 大家猜了一圈 最后 人力理经理 也是我的吃瓜搭子 悄悄扯住我 苏夏 快说 你那个肩夫是谁 他眨了眨眼 以我多年阅人无数的经验 首先 排除老板 这 你都给他排除去了 我咋说 当然 他首先排除周济白 也是应该的 毕竟 每次吐槽他 我都是首当其冲的 李经理 有时间支支眼睛去吧 周济白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我们身后 冷不丁地吓人一跳 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低声问 晚上想吃火锅 还是烤肉 火锅吧 我减肥 周济白点点头 抬脚走了 我忍不住戳了戳身旁 一脸猛逼的人 艾里大经理 他突然一把抓住我 目光闪亮 少奶奶 您喊我小李子就成